大家好,我是冬导 上面有一种野果又要成熟了 我们待会儿带大家去看看 看看能吃不 我们现在要来田边先看一下水 两天不来 这谷子抽税,抽了好多了 给大家看看 今天这个田里面的水是不用担心的 它每天都下那么一份雨 这都是满满当当的 大家去看看 大家看看测到多少水 好多了 成片成片,那边更多 看看这边,你看测多少 就一天,没来看,测了这么多了 这边那都看着 基本上都出来了 尤其就是含苞待放 相当的就是含苞待放 都已经炸出来了 这栋有点寒天也炸出来了 这栋应该就是今天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出来的 出了一半了 刚才在那个位置飞出一条白鹿 我家的白鹿有羊羹井 带上的好大点 可惜啊,没拍到那条白鹿 那么飞过去好大一条 没得来急反应啊 我说我觉得这个田里应该今天没来 那个白鹿,我们本地叫鹿屎 叫鹿屎 好大一条,少龙飞翠的啊 这玩意儿它还是个保护动物 你还不敢动它啊 那个可能也吃鱼了 但是,我家的鱼这么大 应该搬不动啊 我家鱼现在应该至少都是四只大了 都应该这么大的鱼啊,估计还搬不动 是,就飞走了啊 这是第二次看到白鹿了啊 这个,还是来的啊 房间打的一样,有点感觉那个白鹿 它闻得到一样的啊 它还是会来啊 看一下啊,这颗油茶好接啊 接麻点啊 大个大个的,杂交油茶 杂交油茶还是没有本地的野生油茶香 我妈让我来看看啊 这个包谷被野猪啃的没啊 因为前段时间上面,包谷被啃了两根啊 它心痛原理啊 现在天天天天看 天天在看水看包谷啊 天天,因为天气热嘛 也干不了啥事 就每天还黄就重复这两件事啊 啊,看天天水浅了没 那第二个去看一下包谷被老 老个野猪啃了没 这就是我妈啊 自制的防野猪神器 里面是农药啊 棉花上面沾农药啊 就是味道比较重的附近 这颗玉米啊 就被个什么炸木的那些啃的 啃的有点不像样了啊 叶子都啃光了 给大家看一下,看到 今年这个包谷啊 应该不会出太多疑问啊 嗯,但是呢 前段时间啊 野猪已经到了后面了 这个后面那个山腰上 离这也不远 就一200米啊 嗯,他们在山里守羊的 看见野猪了 还有野猪跑到地方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野猪它不进 不进站啊 一直没进站就 招擦庄稼还好啊 要是不出意外 我今天包谷应该有五六百斤啊 应该能吃到过年 因为还有那么多南瓜啊 嗯,好像这个东西好像天天就看 天天看啊 我妈就是啊 好像自己种了粮食啊 就比如一个包谷啊 被老鼠啃了 她可能都一夜都睡不着 天天念 逮上老鼠之类 到底天天这么说啊 啊,就像我觉得啊 现在虽然种了这么多天啊 其实有的时候粮食吃不完 那个米 我们自己种的米啊 是一般我妈也天天说 别给狗,别给狗这些 别给猪这些 她要买 她又不说什么啊 买的米她又没有收不得啊 反正给狗这些 现在天天跟我说啊 要我给狗专门去买米啊 自己种的的话不一样些啊 这种想法可能就是老一辈 或者是父辈啊 这一辈的执念啊 好像自己种出粮食啊 必须人吃 要吃到自己的嘴巴去啊 可能就是啊 自己天天种粮食 天天复理啊 对粮食都有感情啊 好像我们这辈子感觉 体会不到 吃什么米都是这样的啊 给狗啊 觉得啊 我们自己种的给狗 就不能吃吗 是吧 每一代人啊 对每一种事物的看法 和他的执念都不太一样啊 好吧啊 我把我妈交代的事 我都看完了啊 一个是看下水 一个是看下包裹 我们先去 搞点野果吃一下啊 待会大家看看是什么啊 在这 在这 我来采访就是 你只要从家里啊 有点想弄出来 好像都是跟着 这从绝育以后 感觉 就是显得沉稳好多啊 绝育以后 现在也不会这么乱跑了 在这 就这个啊 大家看看是什么啊 应该都知道吧 椰底汁啊 红了啊 基本上都红了 红了一半了啊 这种椰底汁早一些啊 椰底汁有几种啊 这些才开始慢慢泛红啊 大家看看颜色啊 这个树应该能摘个一倍的至少啊 它上面也红啊 现在都是一串串的啊 大家看看这一串 接不接 红不红 太高到了摘不到啊 这一串好红啊 就麻的 像不到样的传承的 再看看这个地方 是说也全红了 我的麻 好多啊 全是的 椰底汁啊 你看它边上那一只 再看看 是不是也挺多 大家看看啊 这个椰底汁老透了啊 有各种钓 钓满了啊 一米满满的一层啊 好多 直接搞了一只下来先尝尝啊 其实椰底汁一般啊 这个季节还不是特别好吃啊 你看 漂亮吧 要是摘没篮子就漂亮啊 我们暂时先不摘那么多啊 这个油已经很红了啊 摘两颗试一下 看看味道如何 椰底汁大标轻易尝试 受不了的 这味道 扎实 啊 哦 随便搞一只 这种啊 这种就是这种 比较红的椰底汁啊 还有一种是比较黄的啊 有一种颜色我又说不来啊 啊 到时候见到了 给它说 还有这么 好像三种椰底汁啊 这个还没吃啊 黄金牛口水啊 这个东西 从小 没事 到这个季节就吃这个啊 这个东西太上头了 给大家先演示一下 大家应该猜的是什么味啊 还好 你这颗也还好 椰底汁啊 还有一种特点 你不管是哪一种椰底汁啊 都是带有苦味的啊 这是有点苦味啊 这种椰底汁算比较小了 有一种啊 是那种比较大个凉 它成熟是金黄金黄那种啊 就和我们本地说的那种黄瓜里一样的啊 不是这种黄 不是这种红色的 但它里面肉也和这个一样的 里面是黄色的啊 又酸又苦 这个味水色了 我眼睛都睁不开 太上头了 但是呢 这个椰底汁啊 还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啊 它在树上的一般都不这么好吃 但是你在家里五几天以后 它就变得那种软软的啊 感觉有点软 落脏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贼甜贼甜 它苦味就没了 它的酸味也没了 就可能带一点点点淡辣酸味 它没苦味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就特别好吃啊 不过这种小的一般没人摘啊 一般我们都喜欢摘那种 大大的金黄金黄的 上次我们去西边巡山的时候 带大家看了 那种大一些啊 那种就是那种金黄金黄的 当然今年的金黄金黄的比较少 这种红的 刚才看那颗 结麻了一倍了随便搞啊 嗯 嗯 也不是太酷啊 可能这几天出菜了 啊 嗯 这一口我至少吃了三分钟了 我吃不完 有的朋友叫我用这个凉拌 我不知道什么味道 没试过 下次有机会我们试一下 这已经红的差不多了 今天没帮手 哪天我把它摘了 放在家里放软 我还是想去摘那个大的房子的 那我们爽一下 这种鱼得知道 人吃起来还是扎实 真是像什么 老鼠啊 果子梨啊 还有一个什么番啊 还有野猪啊 吃得起啊 他们就是比较迷恋 做时做时吃啊 路过这儿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 我们大山版的香蕉 给大家砍下来看看啊 其实呢啊 这个我们的大山里面这个香蕉 感觉和像广西啊 或者热队里面那个香蕉啊 我感觉差不多啊 但是呢 从小就被灌出一种 嗯 理念啊 就是说这个香蕉啊 是不能吃的啊 吃了有毒啊 反正我们从小没吃过这种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不知道有详细朋友吃过这么没啊 这个应该还不成一点啊 还这么小 嗯 嗯 大的啊 也有这么长啊 有这么大一个啊 反正有这个八瓶都这么大个啊 有那么大啊 反正从来没吃过 不知道有朋友吃过没 吃过我们大山版的这种香蕉没 有朋友吃给我说一下 都是尝试一下 这个就是这么小个小个的 这个应该长不大啊 它要是大的话 一开始就比较大 像我们这里的香蕉 里面是这样的 它都还有纸 我跟你说啊 你看 有这种比较大的纸啊 你看 一粒一粒的啊 纸好大 你看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嗯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也能吃啊 像黄花菜一样的 我这个 那就不敢吃了啊 我们这里还没有人吃过这个 还有一层一层的 像黄花菜一样 嗯 有这么个 又不知道能不能吃了啊 我怎么感觉好多东西能吃 我只是我们不敢吃而已 现在啊 我们大厂里面啊 各种野果啊 就陆陆续续成熟了啊 野果也比较多啊 反正大家一直等着重俊啊 今年可能有点难啊 嗯 雨还下也不多啊 反正现在接下来就是野果也比较多了啊 就是可能等个半个月啊 我们陆续就要采摘野果了 那也挺爽的啊 今天就给大家看看啊 这野果子啊 这是其中一种啊 嗯 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啊 不知道你们那里有物有啊 吃起来 贼酸贼苦啊 好吧 我们这些视频到这里啊 拜拜